好 奧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民進黨 統統動起來了 要為了來蹭一些 這樣的金牌或是聲量 那這個林玉婷 現在不是捲進了性別的風波 那他這一次在這個全球賽 進行四強之後就淚崩說 謝謝來自台灣支持的力量 那綠營的側翼 馬上就要開始做文章了 就說女生就要有女生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呢 在台灣那就是自信的做自己 在自己的舞台上 發光發熱的樣子 然後這邊就放上了 黃捷 賴品瑜 然後還有蕭美 芹菜 英文 大家就開始網路上面 就有網友在那邊吐槽 就說你們這個時候 有什麼資格跟奧運選手 出來相提並論 那關你們什麼事 人家會很想要 跟你們擺在一起嗎 真的是不要再蹭了 那另外一位史書華 這個綠營側翼 她也自以為幽默 她在這個threat上面 她就PO了這個合成圖 就把自己的臉 就是這樣子一張臉 PO到了 就是改成了林玉婷的身體 然後臉換成了她自己 那是為了是什麼呢 她說呢 這個要提醒 提醒JK羅琳 你可能看錯了 如果是換成她的臉 那可能才叫做男的 就不知道這個笑點在哪裡 因為我們也不是太懂 但是她認為這是一種幽默 認為這次叫做挺林玉婷 結果反倒引起綠營的不滿 就是自己翻車了 很多綠營的人就跳出來出征她 就說 這個你這樣不是反而有一種 誤導別人的這樣的一個狀況嗎 引用錯誤照片當證據 翻車的是他們自己 我如果把這個圖刪掉的話 剛好死無對證 她還自己這樣找理由 找台階下 人家就覺得說 你這樣子做 反而是非常不好的渲染 可是她披圖 其實不是第一次 我們就覺得說 她是不是有一種癖好 很喜歡把自己的頭 接到別人身上 比方說 以前就被陳寅發現 說你去盜圖 盜了這個吳怡農的圖 然後還去賣表 然後這個團購名表 人家就叫她 叫街頭霸王 就把頭接過去 街頭霸王 所以這次她又把自己的頭 接到這個林育婷上面 真的是很不好叫 這樣子來蹭幹什麼呢 所以連綠營自己都不買單 那我們看到網路上面在討論說 為什麼台派代表性網紅 要這樣惡搞林育婷呢 有在關注台灣政治的 可能還知道史初華是誰 但是一定要放到國外 沒有人認得出來 這個亞洲臉孔 哪天傳著傳著 會不會人家以為 是林育婷的本人照片呢 而且放上去 你還這樣寫著林育婷 這其實你為什麼台派的網紅 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讓這種性別爭議擴得更大 人家講這是大腸花的水準 專業扯後腿 然後另外呢 林育公集也有一種技師感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看看這個曹新成 講重話喔 他就說這是在演戰 演戰前的一個出現的亂象喔 他說會不會怕台灣人看了更擔心打仗呢 他斬定接鐵的回答說不會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民眾知道 開戰前會有多混亂 會有怎麼樣內部的混亂喔 如果不願意保衛台灣的人 請趁早離開吧 他這樣一說馬上 在這個PTT上面大家說 趁早離開的人是誰啊 不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清德宗跟這個 我們的小英的家人 也都已經趁早離開了 現在都不在台灣喔 這個美國人的阿公啊 還有這個親朋好友 這個姐姐們什麼 好像現在也都在美國的 這個小英喔 那是不是就是你口中講的 趁早離開的人呢 那華遊還告訴我們說 現在台灣的備戰困境就是 當兵其實並不踴躍 很多台派啊 這個是不是很多 民進黨支持者自稱台派 但是不見得是換算成 可以當兵的人數喔 所以並不踴躍 這個口頭稱台灣嗎 那可是美日會不會為台灣而戰 現在馬遷總統擔心喔 他說美國是不可能 犧牲自己的子弟的 兩岸如果發生戰爭死傷的 恐怕就是兩岸的中國人 尤其現在軍購變成川普口中 只要保護費的荒謬輕蔑的說法 國防預算等於是乾坑法案 拖垮台灣的財政 只會圖利美國的軍工複合體而已 那美國是這樣子 日本呢 亮哥說別想了 日本怕死了絕對不會打 什麼日美聯軍 美日聯軍根本不可能 我跟你保證 日本人絕對不敢打 日本人怕都怕死了 對啊誰會想要這樣子 捲進一場戰爭呢 美國不會 日本不會 那我們台灣自己衝很快嗎 我們先來問一下鄭老師 我做這個評論之前 要求自己不要動怒 不要發情緒 那其實是很難的 曹星成他憑什麼可以這樣子 他是說他那個騙子 是要反映 中共攻台之前 台灣年輕人未戰要溜 然後有些網紅鼓勵說 趕快去投降 金融混亂大家擠兌 黑道會搞第五中隊 所以這個時候他要反映台灣 戰前會有多亂 所以他後面一句 你不想保衛台灣的 請趕快離開 我第一個問 曹星成你有什麼資格 來質疑別人 有什麼資格要求 離開台灣 你自己過去的紀錄 你有新加坡籍 你背叛過 對這個土地 你根本不忠過 一個這樣的惡劣紀錄人 今天在那邊一直氣死說 不保衛台灣的離開 第一個我問說你憑什麼 第二個 你能夠離開 我告訴你 今天台灣 有多少人想離開也跑不了 你以為離開台灣那麼容易嗎 你是來去自如 要變過來要變過去 你們身上資源錢多得很 海外到處都有房子可以住 今天台灣有多少人 就算他想離開 他口袋太高 沒幾毛錢 你不是在侮辱人嗎 那些人跑都跑不掉了 你在那邊給人家質疑 你有什麼資格 客觀上從這個條件 第三 講不客氣點 你真正開戰之前 你還在不在台灣那一剎那 都不曉得 搞不好你已經跑了 你現在太平沒事 你在那邊要大聲 一直氣死 指責別人 要施壓別人 真正開戰之前 你在嗎 憑什麼保證 那很簡單 你把你所有的財產公開 全部放在台灣 接受大家監控 第二個 你那兩個兒子 你說 人家問說他開戰怎麼樣 他不會跑 叫他們先來去從軍 當職業軍人 職業軍人就不太可能臨陣脫逃 你展現你的決心 至於到時候你會不會跑 至少我現在聽你在講那種話 我要看到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你要付出代價 而不是出一張嘴 再講一遍 你隨時來去自如 沒有人能夠擋得掉你們 你們今天有什麼資格在這邊 一直氣死 第四感 你既然這樣講 我呼籲全台灣的人 如果你想離開台灣的 你擔心的去找曹青城報到 要不然我來組織個 假設有十萬人 有人要跑到美國 有人要跑到加拿大 有人要跑到紐西蘭 曹青城已經發願了 說要離開了請走 為什麼 他會成全你 不然你說這句話 為什麼 人家想走走不了 你在那邊給人家施壓 講那種空話 所以曹青城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要走的人 找他曹青城報到 他一定成全你 他一定滿足你 該到哪裡就到哪裡 他一切中包 這才像樣 要不然你有什麼資格 可以在這邊講這種話 所以曹青城其實反映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一直在想說這個人 以前藍得很 怎麼忽然間今天變這麼綠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講難聽一點 他講什麼第五重隊 好不好 你敢這麼樣講話不負責任 我暫時讓我自己一下 跟你一樣學不負責任 你會不會是老公派來臥底的 來這邊製造騷亂的 來製造糞亂的 然後到時候混亂的說 你應外合 你今天憑什麼說別人 到時候不愛台灣會跑 再講一遍 你的紀錄很糟糕 第二個 你這個國家沒錢 何況你這個影片 說什麼他出資的 一看這邊拿補助 那邊拿補助 拿了一億多 好幾個單位 你看他都會做這種漂亮的 表面功夫 這種資本家 平常都是嗜血的 然後對台灣說是搜刮 跑到新加坡了 今天忽然間搖身一變 在這邊給我們說 不愛不保衛台灣的離開 你這個是在保衛台灣 還是在傷害台灣 我再講一遍 要離開台灣的 找曹卿城 曹卿城一定滿你的願 你要多少錢 他資產多得很 一定讓你能夠成全 要不然他講那種話 不是鬼話嗎 好 來請教明憲哥 其實我很認同 鄭春琦老師所講的 絕對我覺得 最大多多書 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不論是工作生活人 不會像曹董那麼輕易的 說要離開台灣 要入籍到其他國家 有這麼容易的 不可能 多數在這邊台灣上 工作居住的人 大部分都是成長在這裡 沒有誰誰隨便 就可以離開台灣 甚至遷移到其他地方 真的 所以這片 臨日戰爭 就是說臨日攻擊 這片影片是這樣 他拿了包括文化部的 補助7000多萬 國發基金4000多萬 然後還有曹卿城 自己投資了2000萬 如果假設說 他是一個單純的電影唱作 什麼尊重文化 可以 可是他拿了那麼多 政府補助的話 他是所謂的政治正確 講得好像說 從第七天倒數 然後從正式D-Day開始 老共解放軍 就要入侵台灣 攻擊開始了 可是裡面傳達很多訊息 是正確的嗎 還是借文化創作而已 這件人很擔心說 是民進黨的抗中保台的 政治正確 裡面傳達是怎麼樣 第五重隊到處潛伏在台灣 包括所謂的宮廟 所謂的黑道 都是被老共所潛伏的 所滲透的第五重隊 這種實在令人家非常的擔心 你所謂的講成說 國內到處人人自圍 所謂的我旁邊都是北諜 是第五重隊 是這樣子嗎 你國家基金包括國 基金包括網民部 投資了那麼多錢 你傳達的就是這些訊息嗎 所以我覺得讓人 很悲哀的是這樣子 而且第二個 民黨一直在宣導 就說好像說兩岸之間就要打仗了 所以現在所有都做好準備 開始要清算鬥爭了 只要你要兩岸講合作的 兩岸要講溝通的 你包括在野黨要支持 要兩岸溝通的 全部都變成第五重隊 這不是跟沈柏洋過去講的一樣嗎 包括陸佩 包括這些高風險分子 包括明代 包括支持兩岸要溝通對話的 這些全部都變成高危險分子 第五重隊通通要被監控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從沈柏洋的言論 到臨日攻擊 一連串的言論下來 我覺得現在是不是要回到戒嚴時代 沒有必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國內真的要那麼速殺嗎 蔡英文總統之前 還沒卸任的時候 第一次當選 他說到在台灣 沒有人為了認同而道歉 結果現在好像所有人 必須在野黨 所有人必須要為自己的認同而道歉 只要什麼中華台北炎黃子孫 通通變成神話 過去都一刀切 我覺得這令他很悲哀 無論是一場奧運 一個電影 大家在講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 文化歸文化 政治歸政治 結果現在體育也政治 文化也政治 什麼都政治 講政治正確 我覺得民黨真的把台灣 變成兩個台灣 這實在很麻煩 所以你都在野黨何去何從 其他包括認同希望 兩岸要溝通對話的兩岸和平的 這些何去何從 我覺得民黨要給大家的信心 全台灣不是只有年輕人 不要戰爭 所有人都不要戰爭 那你做法呢 還要持續挑釁嗎 好 請教上工 因為這部片子 當然官方有補助 那基本上我不懂就官方補助的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 這部片子到目前為止 當然還沒看過 那從各方的說法上面來看 它似乎是一個模擬狀況 而在模擬狀況當中 你影射什麼 感覺好像是要影射什麼 那到底影射與事實中間的落差是什麼 因為你裡面如果說是第五眾隊 又影射到說哪一個系統 哪一個系統 哪一個系統 等等的一些的時候 你這種影射可能會造成台灣人民 對某一個系統認知上面的問號 那我們都知道 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公廟系統不是藍綠都在搶嗎 綠不要了嗎 綠沒有要嗎 綠裡面也有一些在公廟系統裡面 擔任重要的職務 所以有些時候一種影射 跟實際的狀況產生落差的時候 如果這個影片出來 會不會讓人民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影片 如果他不是基於一個事實的推演 而是認為用一個影射性的推演 我覺得這個片子是不是對台灣會造成 人民上面的一種混淆 或是對系統認知上面的錯誤 我覺得這個如果一旦造成的話 要彌補回來那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我覺得當然曹新神說他出資 我覺得應該講清楚出資2000萬 那一億多是政府出資 要講清楚 不要講成好像全部都是你的 原來 投資人跟大老闆的差別是不是 對啊 我出資 我們一般來說 李明賢出資請客 結果鄭老師負擔80% 你覺得這個對嗎 這個用詞對嗎 生意人的講法 我請客你出錢 最大股東是政府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要去傳達一種意識型的意念 譬如說你政府補助的東西 應該要建構一個正確的知識 或是正確的事情 而不是去傳達一個意識的意念 那個會很不得體 可能會產生國人對未來事情形成錯誤的判斷 而且也會導致於國人對有些系統的仇恨感 我覺得這不見得是一個好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忙回來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